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让上帝为你撑咬 美国一个小镇上 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 这个抢匪不但没有成功抢到钱 还被困在银行里 于是他就抓住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当人质 就在双方对视 情势僵持不下 谈判专家尼尔森及时赶到了 但是谈判没有结果 他只好尽量拖延时间 让主击手各就各位 眼看了 那个绑匪就要失票 主击手只好扣动扳机 绑匪应声倒地 顿时 小男孩在身上被溅了一身血 吓得嚎啕大哭 这位谈判专家赶紧地抱起小男孩 此刻外面的媒体蜂涌而上 却听到尼尔森大喊一声 演习到此结束 小男孩这才止住地哭泣问妈妈说 这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演习吗 妈妈含着泪点头说是的 第二天呢 小镇上的报纸新闻媒体 对抢劫案都支支不提 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 多年后有一个中年人找到了尼尔森 提起了这件事 问他当初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呢 尼尔森笑着说 枪响的时候啊 我想这个还是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 这个事件留下的心灵因因 于是灵机一动地说出了 演习结束这句话 这时这位中年人突然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 并开口说 我整整被瞒了三十年 前不久才知道这个真相 谢谢你 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 神经上有一段话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意思就是 上帝可以为了你的益处 为了你 祂调动万有 好让环境人事物都为你效力 成为你的帮助 就像这个小镇的报纸媒体 在银行抢劫案的隔天 竟然同有一个默契的都选择 不报道这个新闻 所有的人都选择保护这位小男孩 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哥哥是四年级 我天生个子就比较瘦小 是全家最矮最瘦小的 在学校里通常高大一点的孩子 就会欺负矮小一点的 胖的就会欺负瘦的 我常就是那个被欺负的那一个 但是我不服气 就告诉他说 我有哥哥 有一天我就找我哥哥来了 我哥哥四年级 带着纠察队的备张 而且拿着他的纠察队的那个棍子就来了 他就问我说 谁找你麻烦呢 我就指了一下对方 我哥哥就对他说 下次你小心一点 从此以后 那位同学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那时候我哥哥 就是我的保护和靠山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上帝是你的保护和靠山吗 圣经上说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今天选择让上帝为你撑腰吧 所有的坏事 在上帝的手中都能变为好事 祂是花咒诅为祝福的神 在你一切的挑战与困难中 选择信考上帝 你也可以带着盼望勇往直前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